大家好,我们是以嘉义阿里山为主,要教具主题 我们取自于阿里山里面的四个景点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一介绍吧 首先,我们要介绍阿里山著名小火车 它分为两种玩法 第一种是以马达带动 另一种是以手动操作 再来是介绍山带幕、姐妹湖、梅花鹿及神木 都是阿里山有名的观光景点哦 有四个景点,形状及颜色的图卡 分别对应到相对的位置 再利用火车移动到相对的地方 当卡牌抽到山带幕的对应卡牌时 需要拿起竹枪装好子弹 对准山带幕双方的绵纹进行射击 直到射中为止 抽到姐妹湖的对应卡牌时 我们需要开启湖中女神录音 旁边的抽签筒进行问题的回答 问题中包含情绪、景点 再来是让我感到最神奇的立体投影片 扫描上方的QR Code 并选取一个投影片放置图片中央 就可以看到立体的湖中女神啰 抽到梅花露的对应卡牌时 利用一到十的卡牌进行大富翁的游戏 小包或中班抽一张 大班可抽两张以加法的方式进行 抽到多少草就让梅花露吃多少 让人物走格子走完为止 接下来是树的不同形态翻翻卡 里面有树的生长 树叶大小 树档大小 翻取一张 进行排排乐 接下来是松散树材 用松散树材拼出每个景点的名字 再来是年轮拼图以及年轮盖章画 小朋友可以观察看看拼图上的纹路 一轮代表一年的时间哦 也可以沾取颜料 盖在图画纸创作 接下来是树木叠叠乐 观察树木直径大小与年轮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作品 再来是比较特别的云朵毛细现象 使用棉花与颜料放置太阳下 要记得每天观察变化哦 接下来是智卡对对控 在阿里山火车出游去中 选择一张字卡填在等式台上 并找出对应的字卡 接下来是布置布收纳袋 藉由不同的颜色、形状、图卡进行分类 中间的隔层还可以收纳小书跟大型布置布 接下来是收纳箱 可以利用各个景点及人物进行故事扮演 还可以把胶具收纳进箱子中 各位小朋友记得养成收纳的习惯哦 我们的故事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